灵性冲撞 作者 杰德·麦肯纳 翻译 鲁蜜 读者 莱涵 亲爱的麦肯纳先生 我读完了你的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是气到想嚼钉子 虽然你以灵性为你的书命名 但它跟灵性毫无关系 而且令人非常困扰 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读过 相信我 你若再写一本书 我绝不会买 你是否明白 如果大家都照你建议的去做 他们的生活将会大乱 也许你个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但大部分的人都有 你好像活在一个童话世界 觉得所有人都很有钱 而且来去自如 不需要跟老板交代 也不必在意家人朋友与社会 你好像觉得一个母亲可以丢下子女去追求灵性或什么鬼的 谁会这么做 为了什么 谁会想要这样呢 一点也不实际 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对我的家人 朋友和小区都负有责任 我在一家庇护所当义工 并在小区里筹划捐赠食物给穷人的活动 我是我们教会的女性协会成员 我帮助我的孩子们做功课 提供美味的食物 和一个干净快乐的家 而他们会去参加舞蹈 足球和音乐等客外活动来丰富心灵 如果你要我放弃生命中这些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把我珍惜的一切统统冲下马桶 这些都是真正的生活 你却说成只是舞台上的一场戏 实际点吧 你所谓的开悟 我称之为一场噩梦 我无法想象你怎么能够 又为什么说出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卖书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谁会在乎 真相又有什么了不起 我宁愿拥有我的家人 我的生活 在这里 我相信人人都可以透过仁慈 善意及开放的心胸 得到真正的灵性 你的虚无主义与你的空 知道什么叫做灵性吗 一个出书谈灵性开悟的人 却承认自己连灵性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我觉得真是荒唐 所以 你的书也许可以卖得很好 我不知道为何有人会接受你所谓的灵性 他与生命中美好良善的一切完全相反 与爱 神及家庭相互抵触 到底有什么意义 没有吗 连你自己都说没有意义 但你却呼吁读者放下一切 变成一个彻底的废物 我会对其他人的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他们会怨恨我 为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从你的书前面那些推荐赞美之词来看 有人还真的相信你是个伟大的灵性大师 我不认为你有一丝一毫灵性 我有幸见过一些真正开悟的人 但你完全不像他们 请把这封信放在你下本书的最前面 如此一来 那些像我这样的人就不会浪费时间去读你的书了 本文得到来信读者允许刊载 但来自华盛顿西雅图的这位读者要求匿名 请不吝点赞美之语